坚实的战力是维护台海隔壁 及国家安全强而有力的后盾 早上周四台钢市岛 为介绍F-16 CD-BLOW 70战机 而改制的空军7连队 但同一天国军最新绝标却揭露台美签署 战机制空对地武器筹购案 金额高达台币172亿2000万元 旅约地点更是在台东地区 研判跟未来新F-16战机的武器有关 这是射程可达370公里的AGM-158长城空对地飞弹 律伪之前揭露我军很期待可以买 有没有可能是它 这些采购很可能就是旅行 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所同意的鱼杀飞弹 第二项空对空的武器 很可能就是N-RAN 120C-8的构型 拽载认为突破可能性不高 不过最新的雷根国防调查民调出炉 询问2506名美国成人如果中共入侵台湾 有72%的民众支持美国政府正式承认台湾 仅有15%反对 58%支持派送美军资厂网该地区 56%支持直接运送给台湾 不过之不支持派美军地面部队协防台湾 却呈现46%支持 35%反对 差距只有11个百分点 而日本自卫队退降翻降新一郎日前表示 中共清台日本应该为台湾难民 大量涌入做好准备 更提出可守住太平洋通道 增加对手付出成本 但指出日本最对被派往台湾的情况 预计不会发生 如果在中共没有主动攻击日本的领土 或者是基建的状况之下 那日本其实找不到一个很好的理由 来阻止共军通过比如说工夫海峡 中共对台威胁增加 区域各国紧盯制定应对政策 TVBS新闻红富华六星提议台报告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